今天要做白帶雨 這好事都買的 它原本是真空包裝 但是好像沒有包裝好 我看它中間這個處理的還算蠻乾淨的 但是裡面紅紅的東西要把它刮掉 這是腥味的來源 處理到像這樣子 這邊我要用煎的 因為我覺得魚還是要用油煎的比較香 那下次我還是想要試試看用氣炸的 看能不能有油煎的效果 不過今天氣炸烤箱 我想要來弄櫻瓜 我覺得櫻瓜用烤箱超級無敵好吃 這個我來醃東西要備料的時候都很好用 它是小的 如果常常在做料理這種工具都可以備起來 因為真的很好用 這個要用一點酥炸粉 薄薄的一層煎好之後會比較香 然後蓋不蓋起來 手不會沾到 煙肉片 煙魚什麼的 好 就這樣放著 好 我們接下來處理其他的 可以放下三條耶 一點玫瑰鹽 我盡量趕快把這個鹽用光 因為這鹽真的跟我搬了好幾個家 還沒用完 噴上一點油 那很多人問我油瓶 這個噴油瓶在哪邊買的 這是在全店買的 就是它的壓頭還蠻穩定的 我覺得很好噴 它可以噴得很霧 然後也可以噴直線型的 中間上下層都要在做交換喔 200cc 煮湯 來做味噌湯 現成的湯包 炒下去 還好穿圍裙耶 因為它裡面有膠質 所以它有點是故狀的 今天我有煮湯 那我這邊有一些 我公公給我的蛋 就是它自己養的雞 像到處都買不到蛋 然後我可以支援我一些蛋 是一些用一半的香菇 我打算把它 再退冰一些蝦仁 炒一個蝦仁咕咕炒蛋 好 這類的保鮮袋啊 真的是 用的零零盡致啊 冰箱收納不能沒有它 這些雞蛋 這些雞蛋給一顆一顆打 因為自己養的雞 容易會有壞蛋 那這麼小顆 用來做一顆 就用一顆 用水 然後再切一下 一顆 就用其他一顆 重量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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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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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便 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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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我們要一鍋到底的話 料理的順序可以先想一下 如果是煎魚跟煎蛋 我會優先煎蛋 因為我覺得蛋比較沒有味道 雞蛋 我想要煎蝦子再加一點點油 因為煎到蛋 炒熱一下 所以煎到油 我們這樣子才會做好的 在煎至熟 煎熟 現在煎到煎熟 煎熟 我會再加一點醬油 在旁邊淋一圈 再加一點蔥花 把廚房紙巾擦一下 其實這種鍋子最怕的就是一下冷一下熱 它溫度劇烈變化 就會讓它不沾的壽命結短 所以我都是用擦的 這樣再繼續煎 我們的白帶魚 白帶魚油可以加多一點 薑片 薑片 水 水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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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開始煮飯啦 今天心情有一點好 感覺就是把事情都做完的感覺 然後週末呢要跟我老公去 兩天一夜的小蜜月 週末要出去玩 我就習慣在週間把事情都做完 該做的事情處理好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 反正我就是把自己安排好的事情處理好之後 我就覺得有種安定感 這邊我有退冰一些肉 準備要來做串燒 這個是烤箱的配件 但是其實 如果你沒有買到這個配件也沒關係 外面也有 五金行有很多賣這種不鏽鋼的 你可以重複使用可以洗的串燒 然後你搭配烤箱就可以做出一些料理的 最近真的是愛上用串燒 我覺得很療癒 有別於家庭料理的專業感 然後但是又很簡單 今天我在好市多有買到一盒蛋耶 可是他現在只能買這種小盒的 而且一人限購一盒 不過有買到就很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公婆家提供的雞蛋 所以我今天蛋還是省著用 所以我今天會做蒸蛋 我之前上面是擺這些瓶瓶罐罐 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我原本這邊是擺蔬菜 那蔬菜其實這空間有點小 然後有時候會擠壓到 就是有的高低菜比較高的話 就放不進去 而且我習慣用這種保鮮袋 然後剛好就是很剛好有沒有 就這樣子放在上面 串燒串燒 其實他剩下的我要把它切切 然後冷凍起來 那這個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洗完之後我會拿去陽台曬 就是曬乾一點 把水分都曬乾之後才開始切 那同樣的如果你洗完之後 上面都是水分 你就直接把它切切放冷凍的話 它會跪完 你真的要用的話 沒辦法分開 這我大概切這麼厚 因為待會就這樣子串 開始來串 這已經天氣開始變熱了 現在是三月底 這博的 買博的肉片 有點蔥白 然後蔥綠這樣子搭配 從短的這邊開始 所以這些都有蔬菜了 我就等下準備個生菜 然後還有蒸蛋 等一下可以一起進行 我有時候我也在想說 不一定要三菜湯啊 像我這樣子搭配 有肉有菜的 吃起來是蠻營養的 重點是有變化啦 小孩會愛吃 小孩會很喜歡 然後再配個甜椒 捲肉串啊 要買火鍋肉片喔 不要買燒烤片 燒烤片的話太厚 不容易熟 好接下來把它串起來 那蒸蛋的話這次想要用高湯包 就是做像日式的那種 擦碗蒸的感覺 三顆蛋好了 一顆蛋大概要配100cc的水 所以我這邊三顆蛋 我就要300cc的水 好這裡我已經沖出味道來了 高湯倒進去 然後接著雞蛋 接著加一點米酒 鹽巴調味 那我們家最適合做茶碗蒸的杯子 就只有這兩個 小怪也蠻喜歡吃的 所以我只好拿這一個 來當茶碗蒸的碗 好 好 今天的兩道菜這邊用氣炸烤箱完成 這邊用大銅電鍋完成 直接用現成的燒肉醬 有一點點 不夠再倒 這樣子塗就可以每一面都塗得到 這個我有開一點點縫縫 不要讓它溫度太高 這樣蒸出來蛋 比較不會有孔洞 好 我們今天這個就兩個 一起完成 等一下再來弄個沙拉 烤肉醬完成了 然後剩下蒸蛋 蒸蛋可能還要一陣子 我現在去揭曉一下課 待會回來 千萬不能分心 剛剛就是邊夾邊拍 然後我要邊注意前面有小孩 然後就手一滑就打破了 好 好 所以現在蛋不夠 現在趕快再做第二份 我的 傻眼耶 我這次蒸的真的很漂亮 秘訣就是蒸完之後 要在裡面悶一下 因為這個有高度 有高度 其實它還需要再讓它悶一下 它才會整個凝固 做到一個小孩 外面小孩 那個有些小孩 一個小孩 紙一般的小孩 就可以扒進去 做到一家 我們去除去 馬上 大大的小孩 水 馬上 水 冷藏 炒熟 超忙的 我早上剪完一個影片 不只剪了一支 剪了兩支 回覆了一堆問題 因為小朋友事情也很多 對 所以我早上又忙完這件事情了 沒一堆衣服 兩天的量在這邊沒有折 因為這個烘過做巴巴的 這必須探過吧 那你再扮著怎麼穿 變成有點像鹹菜乾這樣子 今天禮拜二 兒子今天要上羽球課 我幫他報學校的社團 兒子他們不太喜歡上補習班那些的 我就覺得我給他們上數學課 就加強數學課 其他就是在家裡自己完成功課什麼的 但是有幫他們報一些學校的課後 社團之類的 所以就是運動那一種 今天回來可能會爆餓 他們上完羽球課回家 可能現在還會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必須趕快先去完成採買跟晚餐 他們回來就可以直接吃 吃完可以寫功課 然後還有很多事情 他們回來行程也是很忙啦 其實 這個只是這一次小才買的量 因為這一次我只有去全聯而已 就補一些早餐的食材 還有今天晚餐缺的食材 OK 可是事情多的時候我也會覺得很焦慮 就會一堆事情 但是我只要安排好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把它解決掉之後 就會比較平低一點 像我剛剛去買的時候 我想說四點之前一定要趕到 趕到家 然後現在就是四點 剛好一個小時我可以做菜 因為如果小孩回到家之後 就不知道怎樣講 反正我就覺得小孩在家 我就比較沒有辦法專線排便 然後就是 你們懂 反正就是這樣子 我買了這個甜菠菜 甜菠菜想說傳著青菜來吃 然後很久沒吃這個菠菜 香菜 番茄 杏鮑菇 杏鮑菇 杏鮑菇就是今天要做菜 缺這個食材 蒜頭 豆腐 然後因為我剛從沖繩快餐回來嘛 現在還在排一個我家五日早餐 我就想要來復刻沖繩的飯糰 那我在沖繩沒有買 因為我老公完全沒辦法接受 豬肉 用這個 因為他是寫豬肉飯糰 我老公以為是真的漢堡肉那種 沒想到是這個 所謂的豬肉就是午餐肉 然後我想說 既然要復刻 就要有點像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這個是剪鹽的 比較不會那麼鹹 然後兒子愛吃的 早餐跟點心 我買了一個芹菜 因為今天晚上的湯 來煮一個餛飩 然後買這個澳洲馬鈴薯 也是早餐要做馬鈴薯沙拉用 這是買到這種裸賣的小黃瓜 香椒 鮮奶 也是不錯的 還買了一個吐司 我兒子說這還蠻好吃的 這樣只是一個家庭的小補貨 因為有在煮嘛 然後家裡人口又多 然後小朋友又正在成長 所以吃的食量方面還蠻大的 這邊還有我退冰今天晚上要用的食材 暫時翻證 今天要做一個涼掉也好吃的涼拌牛肉 我今天想要做比較接近泰式 但是是我自己亂調的 我是用家裡現有的一些材料亂調的 那就是一個個人自家的家庭口味 先來汆燙牛肉 然後再用個高湯定 插撥一條香魚 因為香魚只剩下一條 我也已經退冰了 所以我想說用氣炸烤箱把它烤一烤 那我很喜歡用洗脖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鋪一鋪它很方便啊 噴一點油在底部 這樣 再噴一點油 撒一點鹽巴 好 那這個我想要先燙杏鮑菇 一條胖胖的杏鮑菇 接著我們來洗這些東西 洗漆喝就好 洗漆喝就好 整顆丟進去 它可以先來邊調醬汁 那醬汁真的是我隨便亂調的 依照我覺得可能會好吃的感覺 一定要一點魚露 檸檬汁 好方便 喔好方便喔 這樣子擠的 醬油 日本百元店買的 找到買多一點 它是 蒜頭泥 接著關火 牛肉 牛肉的話就是用餘溫燙熟就好 就好 我們已經確定待會再用剪刀剪 辣椒 蔥 這些都是冷凍 我們把它剝成一條一條的絲 然後這個裡面我想再加一點湯 大家很好奇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味道 我自己很好奇 這個媽媽有時間提早做起來 涼了也好吃 我剛剛單獨吃那個醬汁覺得還好 然後剛剛弄一個牛肉來吃 嗯 好吃 我先起油鍋 兩圈油 這個油熱的差不多 我們快轉小火 一塊塊進來 我覺得新手底部啊 如果你要學煎豆腐的話 你可以先從板豆腐開始 因為板豆腐它比較硬 比較不容易破 第一面先不要急著翻 可以稍微用中火 火稍微大一點 讓它煎個定型 就這樣放著不要理它 我這邊有一些冷凍的蔥 我這邊有一些冷凍的蔥 蔥段 所以有時候我也不是完成 不會用大火 我會讓它溫度升高之後 我都會轉中小火 我不會讓它一直持續大火 一直在燒 一方面很山鍋煮 另外一方面就是 吃起來很容易焦掉 豆腐待會翻面再煎一下 然後再炒個青菜 然後那邊再煮個湯就完成了 這個胡椒粉 直接丟下去就好了嗎 非常成功 最後下一點蔥綠 然後蒜頭全部下來了 蒜頭全部下來了 蒜頭 蒜頭 那我覺得還要一點香油 OK 在他們下課之前我把晚餐搞定了 好 等一下雙胞胎陸續回來 晚一點我會去接小乖 催促他們做他們在家裡該做的事情 我在收尾廚房 我習慣會邊煮邊收 最亂就這樣子 這邊垃圾待會就丟 大致上這樣子 先醃市味道 酸味道 一服 小怪學校的戶外教學 我去當愛情媽媽 這次去做一些客家體驗 有帶回來一些板條 四條 這應該要盡快吃掉 所以我想說今天晚餐就來煮一個板條 這邊有退冰豬肉 不知道適不適合 因為家裡只有這種豬肉 先泡開香菇 然後家裡還有蝦米 抓一點醬油 抓一點醬油 好 再來胡椒粉 接下來我這邊有一些蝦米 蝦米先過一次水 這些板條 板條應該要是切過吧 其實我第一次炒板條 底料應該就是有點像客家湯圓這樣子 只是主食換成板條 還是要有點像蒜頭的底味 所以打一點蒜頭 待會還會加蒜頭酥 好 倒蝦米 一起爆香 香菇跟紅蘿蔔 加蒜頭 臀部 配搭 把蝦米 就這樣 也要看 喔 你會不會 客家可能還需要一點有沖書 對 有沖書 然後家裡也有 我穿卡拉里的衛裙 喜歡在這邊打一個結 然後它這個長度就剛好是我 我的長度 然後這樣子一摟一套就可以進去 像有時候我個性比較急 然後事情也比較多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樣子套上去就可以 有一個隔離這樣 覺得還蠻依賴這件的 這樣應該就七八成像 這個蒜酥是炸好的嘛 我在全面買的 它就是已經炸好那種乾燥的 傻一點 應該會很香 完成今天帶回來的板條 一個板條料理 然後我還會再加一大把香菜 因為我是香菜的粉絲 好 掰掰 這個月是潤月 然後出嫁女兒要準備豬繳回娘家幫 娘家的父母添壽 我自己是跟團 我跟我朋友的團 我也幫我妹準備了一份 所以今天我就要送回桃園 然後用我們家的保冷袋 這樣是 昨天煮了一鍋板條 然後晚餐吃完之後 然後我老公說他想再吃 那時候其實我的廚房已經全部都收好了 因為其實都有材料 然後我也擔心板條 如果沒有吃的話會壞掉 我就用最快速 然後最少的工具完成了 我就拍照然後上線動 突然今天就覺得說 欸我怎麼沒有把它拍成影片 像這樣快速料理用到最少的工具 感覺上海蠻有趣的 可以拍成影片和大家分享 這邊還有一點板條 那我現在就拍起來跟大家分享好了 材料都有嘛 像是香菜 芹菜 那我昨天真的是太零食了 湯裡面會加香菇 也來不及泡開 但是我老公說這樣也蠻好吃的 所以我今天的版本也沒有加香菇 就很快 那這邊是一些我之前退冰的肉 肉我覺得還是要醃過 稍微抓醃一下就好 不用太久 就主要是要讓它湯頭跟肉吃起來有味道 一點老抽一點點 上色的 然後再來一點蠔油 醬油 再來胡椒粉 我覺得胡椒粉是重一點 可以多一點 一樣是剛剛夾肉的 直接來攪拌 這邊是昨天剩的板條 直接用手好了 板條就是剪 用剪的 因為剛好是我煮板條啦 冬粉也可以 因為冬粉你也不用另外再探過嘛 冬粉也很適合 有些麵條可能需要另外燙 就會需要再多起一鍋熱水 像冬粉啊 板條 或是冷凍的烏龍麵 感覺都還蠻適合這樣做的 這道菜還需要油蔥酥跟蝦米去爆香 起鍋之後再加一點蒜頭酥 這樣子的燙頭就很好吃了 一定要的香菜跟芹菜 那種葉子一般是不吃的 好 因為要用最少工具 所以我今天只會用一個鍋子 用手是乾的啦 就用手 一點點 讓它煎一下 接著這一個 我們來裝一點水 用個500cc好了 這樣子就有一個基本的湯頭在 好 然後這個時間 就來把我們剛剛拿出來的東西 收到該放的地方 直接用剪的 喔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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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超快速的呢 那我用到哪些工具 首先鍋子 剛剛裝板條的容器 然後還有醃肉的 還有夾子跟料理剪刀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是不是很快速 像我吃這個啊 我還會再加辣椒醬 媽媽一個人的午餐就完成了 生活中得到的靈感 感覺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一個小主題 對 突然間想插播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料理餐建築 裡面是有刻度的 我這裡面有做刻度 然後 如果是媽媽一個人要吃 你想要試味道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單個小湯匙 它就可以讓你直接試味道 是不是又少了一個工具 這樣子真的超好吃的 這做法 好適合媽媽一個人在家喔 或是零食小孩肚子餓啊 老公肚子餓啊 然後你想用最少工具 然後我們的這個 就可以直接上桌 他就做什麼 做完湯 又做完湯 青菜 媽媽你煮什麼 怎麼變這麼燙 因為它只得胖 一根 我失敗了 我失敗了 五點 沒有菜 哇 這是冷凍庫 很不熟 這邊有沒有菜 蘿蔔水果是什麼 蘿蔔水果是手術啊 手術啊 就控制 一按支援 控制鍋子 買到青菜 家裡隔壁就可以買菜很方便 想說我媽中午的時候有煮 然後待會再去外面買一些熟食 再嘗個青菜 這些菜的東西 是時間到了 我還是去外面買的 螢蟻 這完全是我的 這並不舒服 不會太遠 讓我先去外面買菜 我是說鑰蟹 我自己也先去外面 我先去外面買 А骨 我先去外面買了 我先去外面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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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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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喔 就有這個燈 對啊 這個燈 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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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션 你去看看 祝你三日快樂 祝你三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剛回來的時候 出面在娘家市場買了 一袋蒜頭 然後一個大黃瓜 想說可以來煮湯 當我迎回來的時候 有帶回來一些食材 想說也要趕快把它煮掉 像這個肉糖退冰 還有在營地的時候 切一些蔬菜 然後我們要煮湯 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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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年假後面兩天 我們是各自分批 帶小孩回婆家跟娘家 所以他們等一下也會回來一起吃飯 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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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剁成精英雞 完成生命 生命 把剁成精英雞 雞 大部分 好 这个晚一点再下 想说让冷冻的供完先煮一阵子 自己发 打开 这一切 硬化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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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煮到沾個煮 這次露營真的準備太多東西 所以剩的蠻多菜回來 也是想盡快把它煮掉 蒜頭 這個我會再噴一點油 因為蔬菜的油比較少 里肌肉的油份也比較少 所以噴一點油 待會要上下層交換一下 我們現在同時進行的就是 氣炸烤箱跟蒸蛋 這邊這鍋湯也差不多了 等一下再炒個青菜 等白飯煮好就可以開動了 好了 焦香 看來最後想要再加一點蒜絲進去 洗鍋 這個青椒比較快熟 所以我把它提早拿出來鋪底 待會肉烤熟之後就把它切片 然後再撒一些自然粉或是胡椒鹽 滿滿的肉快餐 應該夠他們四個大男生吃的 這個阿順斯的胡椒粉 好了 完成 好了 完成 你這鍋竟然就是鍋去了 然後這個 我要喝一碗糖 那個瓜是瓜好 就像那個瓦桑林那個 有一個我愛吃 因為我把它切成斜片 看起來就很像 那這個醬啊那個 太吃醬 用這個 這之前吃火鍋剩的 帶回來的 好這樣子就可以沾到我了 小乖 有沒有小媽咪 趕快去裝飯 這麼開心喔